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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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爹是怎么开始的 我饿了 我们去吃饭吧 也行 好啊 咱们别吃饭别说 姐 都好 gurus 我 他 Axo 知道是不是 想要笑 不想要虽然 手机拿反了 好像是的 宁哥 放完了 这还有一趟呢 发不出去啊 你喝一点呢 你说 是我的宣传 斯维特的人干吗来了 不知道 简一航 我顶着大太阳来陪你发传单 我人都晒黑了 你就不能对我笑一笑吗 你确定你只要能晒黑 我 你没有良心 简一航 我的鸡皮疙瘩从地上捡起来 东东炖汤了 汤 那我陪你一起发吧 你不怕晒啊 我不怕呀 先忙 难道 你喜欢韩湘兰吗 什么鬼啊宁哥 说什么呢 给我 来这儿 不行 我得把老大叫 不能光咱俩说面 我得让他管管姐一行 顺便让他也说说面 你们俩这是在一起了 很难看出来吗 加油啊 万姐 你的幸福呢 就在不远处 我 别闹 这是送的宣传单吗 来来来 我帮你发点 你先走就好了 好 这 这还是那个高冷男神成目嘛 老大就是老大啊 他爱恋爱都比别人技高一丑 没想到老大还是个隐形的宠妻达人啊 其实我也是 只是 还没有地方给我施展而已 说的谁又是 我也是 你是什么你是 我也是 又不接我电话 你不接就不接呗 那孩子肯定在忙你叹什么气 都怪你啊 从小那么惯着他们 现在又跟他们搞那么交 那还不是因为 这孩子肯定在忙你 这孩子肯定在忙你 一个要出国 一个要去大城市 这都别回来 怎么了 那时候出去工作 这韩韩最近 总是不接我电话 他只回我信息 这心里啊 我是七上八下的 咱们给他们安排工作了 那人家不愿意啊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 你也别生那么大气 这不提他们了啊 咱们吃饭乖啊 你吃什么吃 你还吃得下吗你 你把碗给我刷了 我现在就查机票 不是 你爸还没吃 你就让我刷碗啊 跟你说多少次了 少拿点传单 少拿点传单 飞不停 累死我了 那我不是 看你太辛苦了 帮你分担一下 你还生我 好好好 我做我做我做了 我给你拿药去 好 我跟你说啊 这个药呢 虽然特别地苦 但是特别地好用 你一口喝下去 马上就好了 来 你靠近一点 再靠近点啊 好好好 来 这样啊 张嘴 我好了 你真好了 讲好了 你试一下 真的好了 我 你的可爱就是我的药 吃药吧 喂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什么 你怎么起那么早 干嘛去啊 我爸妈来了 我得去接他们 说阿姨来了 我完蛋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怎么就完蛋了 他们不知道我换工作了 我之前一直骗他们说 我在做会计呢 所以你千万不能说漏嘴了 知不知道 你没跟他们说 我要跟他们说 他们肯定马上就把我抓回去了 你也不想就此见不到我 对不对 那我跟你一起去接他们吧 你确定 你总不能让他们住酒店吧 你那房子也退了 他们俩大老有点跑一趟 肯定想看看你现在住哪儿 那 程先生 你做好准备见家长了 我 当然 好 林哥 你今天怎么走路啊 你别提了 我今天上车的时候没挤上去 钱包还被偷了 这个月完了 上车 林哥 要不然你借我点钱买 你要是没钱的话 叫老大预知点 你自己怎么不预知 我还预知 我下个月都预知完了 我再预知老大不得揍我呀 林哥 你好 你忍心看你弟弟受苦吗 要我收留你呢 也不是不行 你最好了 主要是啊 我家里啊 缺个扫地阿姨 你 你怎么 帅哥绝不扫地 下车 好了好了好了 我明天搬过去 还不行吗 早好 快走吧 要迟到了 林哥 你这是要谋杀呀 这不是担心你迟到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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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 大家该说老大今天晚点来 咱们可以慢慢走了 行 我在遥望 月亮之上 请请请 你这房子还挺大啊小伙子 你说韩韩啊 你这衣服乱了 来 随便坐 哪有个女孩子的样子 妈妈看看啊 阿姨 这房间给您二位都收拾出来 好好好 爸 下车啥呢 赶紧坐 来 韩韩坐下 还不让我看 爸爸妈妈跟你说点事 坐 叔叔阿姨喝水 谢谢啊 小伙子 来 谢谢 陈牧 你是我们明明的朋友吧 是 我跟周明是大学同学 室友 爸 妈 陈牧他除了是姐夫的同学之外 还是我男朋友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你说你这孩子突然来这么一下 也不给我和你爸一个缓冲的时间 我赢 你有什么和缓冲的吗 那反正 横睡也是要告诉你们的嘛 那 那你们两个现在是 不是 叔叔 叔叔 我们 我们是分房睡的 爸 你想什么呢 我们两个才刚刚在一起 还没到那一步 哦 那就好 陈牧 我这两个女儿啊 真是不懂事 听说之前 你还帮着照顾瑞瑞对吧 没有没有 我跟周明本来就是好兄弟嘛 瑞瑞也是我干爸 不是 那个 我也是瑞瑞干爸 自下人是 是 江四涵 你是什么事儿也不跟家里人说 全都麻烦别人 你跟我出去 我好好跟你谈一下 不是 爸 人家一个人在 出去 走 好好说 陈牧 陈牧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 我进一家小小的甜品店 这两天要是叔叔阿姨有时间 我就带您二位去尝尝 这工作好啊 还是个手一活 是是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 我父母去世得早 是我姐在家的 这样 刚刚是当着小熊的面 我没好意思问 你现在工作怎么样了 老板没有为难你吗 工作特别好呀 我那个工资也够花 就在陈牧她姐姐的公司 当财务呢 她姐姐特别照顾我 那就行 还是要找这种稳妥的工作 千万以后别想什么 做什么博主啊 做账号啊 然后写什么文章啊 你想想看 自由职业 多么不稳定 也没有人给你交社保 万一以后有什么变化 怎么办 是是是 爸说的对 你以前啊 小熊 你把它当成爱好 写写也就罢了 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要脚踏实地 虽然不能够大富大贵 但至少可以按老保收吧 叔叔 不好意思 那个思汗到了点 得去上班了 对 那个爸 我现在可是公司主心股 离了我一会儿都不行 那那那那 赶紧去工作吧 那个客房给二位收拾好了 就随意 然后到时候我们俩下班 带你二位出去吃 你们甭管我们俩了 你们工作重要 先去吧 先去吧 没事 好好好 注意安全 我这也太惨了 我爸妈一来我连家都待不了 唉 有爸妈来看你不好吗 他们真是看我吧 这茶岗好不好 茶岗 还不是因为关心你 反正这几天先这么哄了吧 等他们走了 我就解放了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他们 你是干什么的 嗯 肯定不能说 你也不能告诉他们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毕业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说 我要当博主 结果他第二天就飞过来 把我给逮回去了 我好说逮说跟他说 我找了份财务的工作 才把他给骗回去 那我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吗 那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那我又是现在让他知道了 爆炸是分分钟的事 你刚没听他说 千万不要做傻事 一定要找一份 问你定的工作 我倒是觉得 他们在乎的不是你做什么 是你过得好不好 嗯 你不了解他们 他们就想让我找个铁饭碗呢 嗯 嗯 反正先不管了 就得先瞒着 请你呢 嗯 嗯 不要说漏嘴了啊 不说啊 在家装东西的时候 也没看你积这么多 光这些腊肠就好几百呢 这腊肠也不值这么多钱呀 哎呀 这还不是咱们的心意呀 啊 你想想看 闺女 在这儿 又买不到这些 那万一想家了呢 还不是要靠这些吃的 来安慰一下自己 咱们闺女 现在的心思 都在那丑木身上 哪还想不起咱们啊 闺女大了 你可留不住了 老姜 哎 这也是你寄来的吗 不是啊 那这什么 不会是药吧 咱闺女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你你别着急 我我我查一查 乖乖乖乖 坏了 吃个坏了我看一下 这抑郁的药物 哦 咱闺女抑郁症 不不不你你先你先别着急 不是咱们看样子也不像啊 怎么可能呢 你看 诚目的 呦 嫂子怎么来了 怎么 我们老大来上班都不放心啊 我们帮你看着他 别瞎说啊 一会儿我就找乘木告状去 哎 别别别别别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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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啊 你要是觉得羡慕的话呢 你也赶紧找个伴啊 嗯 嗯 我我也想啊 可我上哪儿去找啊 去哪儿找呢 你好 可以加个微信吗 呃 不好意思啊 不游泳 不健身 也不买产品 哎 嗯 好吧 哎 怎么就没人发现我的闪光点呢 啊 现在的女孩 眼光都不好 是她们眼光不好吗 是你脑子不好吧 万杰 我算是知道你为啥一直单身了 啊 算了不跟你们说了 我上班去了啊 好 拜拜 你们老大说一声啊 拜拜 拜拜 我让你自己回去吧 哎 别啊 你不拉我了 我不想在你 太重了 哎呦 宁哥 我求求你 我不想自己坐公交 嗯 菜 菜菜菜菜 走吧 思涵 你今天 怎么有空来公司了 玉姐 我无处可去了 怎么了 你跟成沐吵架了 不可能啊 就成沐那木头脾气 她吵一架 比我上网者都难 李锦阳 李锦阳 是我自己 你继续 我爸妈来了 我没跟他们说我现在还做博主呢 我只能骗他们说我在公司做财物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每天都得朝九晚五的来上班啊 思涵 你还是跟你爸爸妈妈好好聊聊吧 这事总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想想吧 叔叔阿姨好不容易来一趟 晚上我请他们吃饭吧 别别别 玉姐 这样太麻烦了 不用了 应该的 就当你和成沐提前见家长了 对啊对啊 恭喜恭喜 陈小姐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见家长啊 就是上次 我看到那条裙子啊 听说最近进了我的马 是吗 待会儿吃完 要不要跟我去试试 那行呗 等会儿一起去试试 听说他们家还进了好多新的款式 是吗 又是来催债的 怎么样 跟我走 手机 收款吧 你呢 钱我已经转给你了 以后不准再找简易行的麻烦 得嘞 别说啊 简易行那小子 还真生命好啊 吃软饭 还能碰上你这样的小美人 不如放弃简易行 考虑考虑我 王爷 挺喜欢吃软饭的 还得跟我男朋友比 就你这样的 白送给我都不要 我警告你啊 这件事不许告诉简易航 不然古奶奶我非扒拉你的皮不可 人挺好 就是脾气太深 也不知道简易航那小子 怎么受得了 放心 我肯定不会告诉他了 您那放宽心 吓死王子了 算你小子命好 咱俩算了两清了 走啦 我发现你还挺刚的 一个人就敢过来 万一有点事怎么败呢 还有 谁让你替我还钱的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 不需要你管 只有我能欺负你 别人谁都不行 你别走啊 像我这样善解人意的女朋友 别人得到早就烧高香了 就你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啊 对了 你为什么会欠这么多钱呢 我妈前几年生一生大变了 需要很大一倍费 老大平时对我已经很慷慨 我真的不好意思再向她借钱 所以就想他们借了 还有韩小姐 在我还清你的钱之前 我们还是不要再想了 为什么啊 我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无所谓 我是不想再见你 不 不见就不见 对人心想见你似的 刚出去的时候还乐呵呵的 怎么一回来 就弃成一只河豚了 我问你啊 哥 你们男人到底都是怎么想的 我明明是因为心疼她 才帮她把钱都还了的 结果她竟然说 在没还钱之前 都不要再见面了 气死我了 你帮谁还钱了 简易航啊 楠楠 这件事是你做错了 我哪儿错了 我看她就是不喜欢我 才找个借口拜托我 男人的自尊心是很强的 她让你看到了 她狼狈的一面 就已经很难受了 结果 你还替她把钱还了 这让她怎么受得了啊 所以 她不是不喜欢你 她只是 无法面对你 所以 哥 你觉得她喜欢我吗 那哥可不知道啊 肯定喜欢 你呢 疼 姑奶奶 你都回来多久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也该收收心了啊 知道了 叔叔阿姨 你们好 初次见面 我是成木的姐姐 成玉 你们叫我小玉就好 大妈妈 玉姐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你好 真是年轻又漂亮 小玉 我们思涵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没有 思涵的工作能力特别强 那就行 叔叔阿姨 也不知道您二位喜欢吃什么 我就随意准备了一些 就是家常菜 这个鱼是今天早上厨师 刚从码头订回来的 您尝尝喝不喝口味 要是不喝口味 一会儿我再让他们上别的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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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让小陈先吃 小伙子 你先吃 来 小陈 你先加一块 来 谢谢阿姨 妈 人家不能吃辣酒 还是叔叔先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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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别的 吃别的 阿姨您吃 阿姨您吃 小伙子 咱俩碰一杯 好 咱们一下三口 先敬一下小玉 嗯 为我们安排了这么丰盛的晚餐 行 再敬一下 来 姜叔叔 阿姨 我 我到 好 太有了 哎呀 水灶 小玉 阿姨 他们人呢 啊 先下去了 啊 小玉 嗯 阿姨想问你个事 阿姨说 小陈 她是不是有抑郁症啊 阿姨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